如我口中的言语,重顶姊妹心怀意念,都蒙上帝的月纳。阿们。请坐。 诗篇第22篇第1节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弃我埃亨的言语第25节 我要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缘 诗篇第22篇对我来说,是一篇不容易讲解的爱国 它的难处在于,第一,从来要去解释清楚,讲明白,苦难是怎样的一回事 在神学院,在教会历史里面,在信仰,任何的信仰里面 都是一个不容易解释的课题 特别如果我们讲到关于二人受苦 中英文是叫做innocent suffering 无论这个二人受苦 是因为个人性,就是说某一个人 或者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是说民族性 国家性 例如我们听得应该不少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 通常就是平民受最大的影响 以及强暴攻击 以至杀害 我们不要说有些情况是讲到强奸的苦难 当然,现在有天都在讨论 以及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所谓和平的 俄国入侵这个乌克兰 当然你听我这么说 你都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了 以至到引致 我觉得对 无论你怎么看政治和ideology 就是这个信念 我们都会很深信 现在受苦的主要是乌克兰的人 他们的国家成为战场 他们招不保值 所以大家都应该明白 那个道理就是 不如停战了,不要打了 签和平协议了 如果我们引用我们作为中国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 如果我们假设知道东北省是被占领 南京被屠杀 很多人来到被强奸 然后那些人说 我们就签署和平了 于是日本可以继续占领他的地方 继续来到去统治他现在统治的地方 那这个是不是和平呢 所以这个涉及究竟我们今天要祈祷 祈祷什么 当我们说寻求和平 什么是和平 当我们 妻身在 即是被 强占的地方的时候 有很多 一定是 无辜的百姓 他们读诗篇22篇的时候 他们一定有 心同感受 所以 苦难 在神学 从来是一个迷思 这个字是我自己 译出来的 英文 大家都很明白 那个叫做 Videology 即是 不能够用一个神学的 理念 逻辑 来到讲解 得明白的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是没有答案 和是没有讲清楚 特别 二人 为什么受负 再不要 我们加上 如果你是 记得圣经 约翰福音 第九章 当耶稣去医治一个 生来都是黑眼的人 他的门徒问耶稣 究竟他生来黑眼 是不是他的家人 或者他自己 或者什么的缘故 会令他 盲了一只眼呢 这个有时候 我们都会问的问题 是不是 究竟 乌克兰 是不是有 做错很多事情 引致别人来到入侵 是必然性呢 这些这样的问题 一定会产生 不过耶稣就答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人 生来黑眼 不是任何人的罪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个案 将会显出上帝的荣耀 对那些 或者你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人 或者第一次听这个讲法的人 可能你还未知道我讲的什么 圣经讲的什么 或者耶稣讲的什么 如果你是熟到这段圣经 你知道耶稣当时讲的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苦难基本上是复杂的 要看个案 要看情况 要看背景 要看历史 我们才可能明白一些 一些而已 因此 我们稍后去讲论这个 诗篇第二十二篇的时候 是奸据的 也都不打算 来到去 他清楚 理念性地解释了 诗人在诗篇二十二篇 他寻求的答案 因为基本上 诗篇二十二篇是没有答案的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我们就看第二个难处 第二个难处就是 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为 诗篇是两个部分 是否有一个outline 第一个部分 我叫他做哀歌 大家应该很熟悉 在周刊里都有 再重复每个星期 印着什么叫做哀歌 由第一至二十节里面 一间你读的时候 或者你回家再重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二十节的组成 基本上就是哀歌 来呼喊他的痛苦 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受苦者遭到上帝和众人的离弃 由第一到第十一节 那里分开两方面 一个就是上帝对他的离弃 第二就是众人对他的离弃 然后他在第十二节 有一个祈祷的求助 当他做完这个祈祷之后 他又再来呼求 来指出他的哀叹 就是他受到四围周围的人的攻击 由第十三节到十九节 之后他又再做一个祈祷 所以这个二十节的哀歌 其实是包括了他被遗弃 然后他被受攻击 前后他不断在祈祷求助 这个就是哀歌的组织 第二个部分 在第二十三节 一个大的转变 就是这个受苦者突然间 是转向或者返回上帝的群体 分开简单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受苦者的赞美 由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是他个人的赞美 然后去到二十八至三一节 这个不是个人 是进入一个群体的赞美 比较容易简单的 一个是个人的赞美 一个是进入群体的赞美 什么叫群体赞美呢 我们讲的很简单 就是你现在坐在礼拜堂崇拜的时候 这个就是群体的赞美 那于是 难就难在哪里呢 第一个部分 说哀歌是很容易 去比较认同和明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伤痛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 经历不开心的日子 不论是因为什么 所以在感情上 我们很容易去认同那个作者 因为我们都是受伤的人 不过烂就烂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突然间 我会更加细致讲 什么导致那个人转向赞美呢 可能你听完我讲之后 你就会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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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因为根本是没有答案 然后我们跟着进去问的 是不是上帝解释了他的苦难 以至到他明白过来 于是他赞美主呢 不是的 你试试读100字这个诗篇 你读不了的 是什么的个人和群体 使他能够有一个诚恳真实的敬拜 对今日后现代的人来说 更加难明白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社会 特别是西方、北美 是被这个所谓个人主义笼罩 我们对这个群体的经历 是非常之薄弱 是非常之薄弱 COVID-19是一个最大的证明 对教会来说 我今早看了一个牧者 一个非常出名的牧者 牧者写了一篇相当宽的东西 和research 教会不单止不见到三分一人 而是有很多人 他们都没有打算再回教会 那个我不跟你讨论后面的原因 不要再讨论什么疾病是什么 不要讨论那些 那个是一个极大的趋向 的说法就是 上网看就行了 要不要再回礼拜堂 我很久很久以前 我来母海堂三十几年前 三十年前 我探过一个 就是新加坡 就是叫领袖 正公会的教友 老人家 他有一间大的屋子 我说我探你 我见到那个教友的名册 但我没见过你 所以我去探他 他说是啊 我是几久几久几久教会的教友 和领袖 我说为什么你不回来呢 我说不用 我每个星期日早上 就扭开个电视 在美国就有一些宗教台 有牧师讲道 他说 我就是在崇拜 我想一想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那你怎样举行 参与圣餐呢 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我想 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明白 什么叫群体敬拜 我们不会明白 什么叫圣餐 我们不明白 耶稣基督为什么 跟那些门徒 在最后晚餐 讲得这么清楚 来做一次 给他们看 这个最后晚餐 和今天我们演变成为的圣餐 那个重要性 和祝福性 和在诗篇22篇里面 因而 是使这个作者 这个受苦者 找到出路 我们不明白 那个群体 我们就不会知道 这篇22篇是说什么的 于是有些圣经经学者 他们就会批判 这篇诗篇里面 其实是有两个作者 一个就是前面那一篇 然后一个就是后面那一篇 然后将两篇加起来 是两个人写的 因为他们根本放不下两样东西 这个是诗篇22篇 令我们很容易读不明的地方 但如果我们拥有两方面 圣灵就会帮我们去读得命 因为这个是说一个二人受苦的信心旅程 二人受苦是他第一身的经历 信心旅程 是他人生里面 在受苦的里面 每一日落地地去活着的 那些不抽空的 那些不是神学讨论 讲座理论 是他每日要面对的 我有一次 上两个礼拜 我跟一帮华人的传逻 牧者 讲了几句话 我说我们北美洲 就真的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我说 但是我认识的 下个月我要去 活路旺达非洲 那个世界是什么 那个世界就是很简单 他都是面对COVID-19 不过 他不是想那么多东西 因为问题是明天 我那块田出不了地 我没有东西 赚到那个钱 我基本上就没有东西 可以带给我家 开饭 信心是什么 他每日去经历 他没有了 好像主导文里面 上帝给他每日有的东西 他就不可以生存 他的儿女就会饿 这样的生活 我们想起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抗议四十年一样 每一日 神供应的 只是每天 你说很多的理论 对那派人来说 他一定要问 那明天有没有东西 收拾吗 明天有没有东西 给吗 于是 他的信仰历程 是经过 四十年上帝 这样来到 去供给 不是因为 我已经赚了 pension 还有足够的退休金 以至到 我肯定 安向万年 我说 那个世界的人 读诗篇二十二篇 一定读得 明白得快 过我们 因为他的处境就是这样 而他每日都是这样面对 我们看哀歌 前头的二十节 第一节 开宗明义 那个作者就去 讲清楚 他的内心 深处的呼求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他跟上帝的关系 是亲切的 他不是不知道 人帝是谁 他不是正信耶稣 他是信上帝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 在这个处境里面 是第一身的感受 为什么离弃我 我在想 那些不信上帝人 不信耶稣的人 读到这次圣经 应该没什么感受 我每日都不觉得 有上帝的 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些不是 所谓的英文 This is not my cup of tea 是你们有信仰的人的问题 不是我没有信仰的人的问题 是不是 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说 我想这个是一个 父亲和儿女的关系 这段时间我们也有很多 孩子出生 是不是 那些做对 做母亲的人 一定会很明白 刚才出来 那些主学生 母亲 他抱着 他的儿女出来的时候 一定很明白 这个道理 就是 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那个孩子要吃 要把人照顾 他用什么方法 我想 开始的时候 打个眼色 还是写个 写个message 不是 他哭 他哭 他就告诉你 我不舒服 我肚子 我肚子 这样 这个是他和 母亲 直接的联络 但是我在想 如果那个宝宝 一直哭 没有人理 哭破效忍 都没有人理 那个情况 会是多可怕 那个私人 就在这里 说着这件事 我日头祈祷 夜晚祈祷 我每日祈祷 但是我好像觉得 上帝不在我当中 于是 他的感受 就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 这个本来 一直是一个亲密 关顾相爱的关系 突然间 荡然无存 他又找不到 有合理的解释 失去上帝 就好像失去 一个亲爱的亲人一样 我有时都 跟一些 熟灵的 导师 聊天 我所听到 大家都曾经 是有一些日子 经历 突然间 好像 上帝 没有听我 说话 又或者 我的祈祷 好像没有反应 我不知道 大家 有没有 经历过这件事 如果你问我 我会不会 告诉你 没有 就看看我们 特别所处身的危险 或者伤痛 是什么 就好像打电话 是个Voice Mail 没有人服 在这个圣经里面 更加糟糕的 就是因为 这个不是一个 平日 我打个电话给一个人 就是问一下他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不是 这个是一个危难的祈祷 因为他就这么说 在后面 他说 我是四面受敌 让我想起 《高人德后书》 四章七节 保罗 这样去描写 他自己 最困难的时候 他说 我们四面受敌 心里作难 遭逼百 被打倒了 当然 他每一节 都有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四面受敌 心里作难 遭残难 被打倒了 于是 这篇二十二篇受苦者 就用什么来表达 他说 是凶猛的 巴山大力的公牛 我就没见过 这些巴山公牛 不过就想起 一样东西 就是西班牙斗牛 它是特意要 搞到那只人 憤怒出来 还要穿上红色的东西 冲过来 我想起这件事 可以很可怕的 《敲叫的狮子》 第十二十三节 野狗围攻我 我是很怕野狗的 我不是被野狗捉过 不过我看那些 所有的纪录片 野狗那种的凶狼 我以为是比狮子和老虎 更可怕的 因为它不是一只 它是整群 作者是用不同的动物 在这个走烂的大自然里面 它觉得完全没有安全 使我精力沽干 我的舌头贴在牙床 躺恶在尘土中 意思就是 好像死人一样 于是 第十八节 他说 我的外衣因而遭尖架 我特别读这几节圣经 因为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看耶稣基督 挂在十字架 这些的 所有的经文 都是耶稣 在十字架里面 去浮现了出来 我投入去的时候 觉得很凄凉 受苦者 已经跌到一个黑暗的深渊 因此 他自己 嘲讽自己 他告诉信律听 他说什么 我是虫 不是人 我其实不是人 你说我听 我有你的形象 你看看 我现在搞到这样 我是一个 我只是一个虫 被众人羞辱 第六节 被百姓藐视 那些人为什么来到去嘲笑他呢 因为他看不见上帝出手 来到去拯救 他日头祈祷 夜晚祈祷 他仍然是被 遗弃 我读这段的 当然 这段圣经 这几节圣经的时候 很感到 作者那种的 揭施底里的呼吸 我就想起 在我们做基督徒 读圣经也好 在我们历史里面也好 我们就会想起 例如在旧约 圣经这个旧约 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 以色列人 个个都敬重他的 先知的代表 今天我最喜欢读他的故事 就是 在一个祭坛里面 和巴力先知 比武 比功夫 450个对一个 倒污了整个的祭坛 然后叫上来个火 从天上降下 烧着个祭坛 以450个祭司 娇极他的神灵 都不动 另外还有一个图画 大家熟悉的 当摩西大尔斯 出埃及 几经艰苦去到红海 然后上帝 他在红海 走过 当埃及军队 追到的时候 这个红海被分开 水就染了 当时在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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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那些人最强大的国家 埃及的军队 全部被毁灭 我想一下 这些这样的壮观的图画 我们每一次讲起的时候 所以你读到 出埃及记的时候 那些人过了之后 看到整个图画 上帝的拯救 他们那种的赚美之音 之声 那些歌唱也不停 我想一下这两幅图画 我是从不是人 和我们见到上帝出手 显出他的荣耀 拯救 击杀敌人的时候 两幅图画是完全强烈对比的 不过我要问 在我们今天的人生里面 其实我们会不会 都经历 不同的时候 这两幅图画呢 只不过我们很幸福 现在在加拿大 如果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我们在亚洲的时候 我们在战乱的世界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读着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样经历这样的情况 当第二次大战爆发的时候 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逃避吗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你可以逃避吗 受苦的人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呢 第四第五节很清楚 他的信心不是只是他个人感受 今天后现代经常说的 不是 因为他的信心 首先来自历史的见证 我的祖宗怎么依靠你 哀求你做得解救 有根有据 我爸我妈 我的祖父 我的曾祖父 然后西世代代的祖先 他们全流下来的 是告诉我 上帝是多么的真实 以至到我的生命里面 经历上帝是多么的真实 但是这一刻 为什么我这样译 上帝不在 the absence of God 于是他的敌人就笑他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最近在香港都听到的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 说耶和可以救他 耶和说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 第八节 耶稣这些拐十字架 下面的兵丁 是不是同样去嘲笑他 耶稣拐十字架 上面有两个囚犯 有一个看不到 上帝如何出手 来去拯救耶稣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嘲笑 说的东西是一样的 看不到 这个上帝没有出手 我们叫这个做 absence of God 上帝不在 这个就是整个诗篇 二十二篇 那个哀歌里面的 整个的讨论的核心 实际上这个不是 二十二篇才出来的 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 诗人都有说这个说话 譬如十三篇 第一节 耶和华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 要到永远 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 诗篇四十二篇第九节 四十四篇二十三一二十四 七十四一篇第一节 和七十九第五节 你继续可以找 即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体会 这个历史上面 很多基督徒都有体会 很多信耶和华的人 都有体会 有经历 所以在这里我就会 讲话给大家听的 我经常都这样说 当你是信耶稣的时候 你就好像一个BB出生 是不是 一个初生的婴孩 在主里面 刚才就讲过了 初生婴孩 那个做母亲的 是怎样照顾他的婴孩的 二十四小时 跌身 你要看 你看看 现在加拿大 母亲可以放一条假 现在父亲都可以放 我那时是淒浪的 我现在不是可生 我现在不是可生 要上班了 那时候没有人帮他们 父母全部都不在加拿大 但是 放空又要帮太太的了 二十四小时 贴身 要看着腰 你初信耶稣的时候 你发现你很甘甜的 因为你说什么 上帝都答你 你不信 我见很多人是这样 很开心 上帝又告诉我 又帮我解释这个问题 有时我听完之后有点妒忌 因为我骑这套 没那么快 为什么 因为当小孩子大了之后 做父母就开始要学 怎么样令他独立 令他能够有更高的层面 懂得照顾自己和朋友 而且要有信心去做人 因此不是一声叫爸爸妈妈 那个问题就立即送到 哎呀 没钱买屋 我给你一百万 哎呀 买不到车 我送车给你 哎呀 没钱入油 我每天都给你入油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父母 他教不了他的儿女长大 独立 我们的上帝 是会教我们 怎么样长大独立 更自然 是邀请我们参与 他怎么样去体会 他对人类的拯救 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施世若寒 大家记得吗 施世若被捉了 他因为来到去指出那些律王的腐败 抢了人的太太 他的奸淫 于是他被收监 快就来被杀 被行刑 于是圣经就说 他就派他的门 去找耶稣 很奇怪的 如果你不小心读 你读很奇怪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 说你 拯救这个世界的尼赛 你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个 我每次读这些律 我就永远都要想起 施世若寒和耶稣洗礼 说了多少高调的说话 为什么突然在那里 他这么大的怀疑呢 对我来说 那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他见不到 耶稣出手 救我自己 他跟那个 罗马的兵丁 在下面看耶稣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你是神 你为什么不帮我 那于是 你再读圣经下去 你就会明白多一点点 因为 施世若寒就是 耶稣基督的先锋的意思 就是代表基督的意思 就是 要为这个拯救而牺牲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说了 耶稣又说这个说话 上帝啊上帝啊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就进入去 这篇的另外一半 返回上帝的群体 22、23、31节 当你遇见苦难 你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有几个可能 一 你不再信上帝 你不再回教会 你不再读圣经 你不再祈祷 你宣布我不是基督徒 第二个情形呢 就是 你会可能是 就是 这个上帝旨意 不过 天天都不是很服的 接着上 何必 偏偏选中我 为什么我是那个 二人受苦 为什么不是旁边的 那个都跟我一起 回教会的 对是我呢 第三个情形就是 你不会有答案 不过 你会有支援 继续走 你的生命的路 宝罗就说了一句说话 直到我们回去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才会明白过来 就是说 现在你不会明白的 于是第22节 私人就说 我要将你的名存 与我的弟兄在会中 我要赞美你 要说的就是 当他说这句说话 去赞美神的时候 客观环境 有没有改变过呢 没有 敌人是不是不再出现呢 不是 是不是不再受苦呢 是要继续受苦 只不过 这个受苦的人 当他在他的生命里面 感受经历 他没有 在他的信仰 信风 信水 的 连日 或者 那个 的情况 底下 他没有去放弃 他的信仰 于是 英文叫做 on hold 就是 抓住 这个信念 不放 他仍然 是来到去 紧握住 告诉上帝 在历史里面 第23节 你是 亚国的上帝 你是 以色列的上帝 我们的历史里面 是看得很清楚 你是真实 和出现的 而在我的生命里面 你又表达得很清楚 不过这一刻 我不知道 为什么 以至到 我不会 跟你断绝关系 我知道 这一刻 上帝不在 the absence of God 只是沉默 去等待 你自己的旨意 在你的时空 去做你的显现 这个呢 下个礼拜 我们会讲多些 我们的启蒙 会是在耶稣基督 当他一样去 引用这个诗篇22篇的时候 他怎样去处理他自己 和上帝的关系 不过这里我要告诉你 希伯来书13章 当他讲 亚伯拉罕 这个信心之父的时候 怎么写呢 他说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听清楚 他死的时候 上帝被他应许 都未可以拿到的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他们等着在永恒里面得着 第13第16节 我们在黑暗 如果我们在战乱里面 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平安 我们就已经要牺牲了 例如那些军人 他们就要凭着这一份信心 知道我的牺牲是带来给我的民族和国家 将来这些人的平安 我昨天去聖Patrick 原来那个主要牧师 那个神父 刚刚来了一年 他在哪里来的呢 当然他在新加拿大 他出身自波兰 他是一个波兰人 那我们就聊天的时候 就说起什么呢 现在乌克兰的战争 他说我和你不同 你是中国人 他说我 你波兰人 就是在乌克兰旁边而已 现在都有几百万的难民在那里 他说我很清楚他们的感受 因为他是那个年代 在那个时代 所以他们会看得远 他们又看历史和将来 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信任 他们hold on 找紧对上帝的信心 那就进入最后了 恒体的赞美 第25节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自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 还我的缘 这个是最重要 那一个的 给我们的出路 因为当一个受苦的人 他永远将自己锁住 在一个个体里面 其实这个正正是 他会被吞噬了 因为个人你可以做到多少事 你是孤单的 你需要支援 所以你去群体 所以我们的传道 阿雷就经常叫 我们的群体去唱歌 我们去有一个活动 是因为那个群体 如果是一个对上帝 同样都有这个信心的群体 他们未必可以给到答案 他们不可以 说一大轮理论 告诉我 于是解决了我的心中疑惑 好像我们 要有百计那三个朋友就糟了 他不需要 扮上帝来解释这个事件 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跟他同行 大家彼此同行 于是当我们 大家彼此同行的时候 第27节 他们进入的 不只是崇拜 是一个外言 所谓 就是一个 在犹太人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言直 我们是大兄姐妹 我们是家人 我们呢 虽然受苦 不过你永远都不是孤单 我们不需要孤影致连 我们不需要掉入 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 我们有被人四围攻击我们 我们一起来彼此扶持 以至到我们有一个群体生活 这个群体里面最高的表达 就是他们的敬拜 因为在敬拜的时候 当他赞美的时候 那个信心 好像一个火炉 大火炉 那样烧出来的时候 不过是远远大 过一个个人的conviction 没得解释 不过是令到我在内心里面 经历上帝 来到拯救这个群体 我不再是一个人 我去寻求的 上帝是否在这个群体里面出现 因此当他们一起赞美的时候 他就去赞美 他就去赞美 在赞美里面慢慢去医治 他那份失落 我去赞美 我去赞美 去沙巴 山上一千二百个土人 农民 农民来的全部 那里的圣公会 夜晚崇拜 不是这些这样 没有灯 烧油的 标 坐木灯仔 其实都不是木灯 一千二百个 一千二百个村民 有八百个圣公会教友 你做圣公会教友 政府说 因为回教势力 你给多些钱买地 你给多些钱交税 你给多些钱做基督徒 回教不是 一毛钱都不用给 政府送地 不用交税 那个是不是受苦 八百个圣公会教友 坐在那里唱歌 他的声音到今天 还在我的心里面 启示录第七章 白色大宝座前 耶稣为那些穿白衣 受迫害的基督徒 用他的补血洗净 他的衣裳 今天任何人为主受苦 耶稣在昔日的明天 是会亲自用他的血 为你的创伤洗净 以至你读第七章的时候 那个赞美声音 是令我们震动 剩下的东西 留下个星期说 下个星期我们就接着说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 告诉上帝听 上帝啊上帝啊 为什么你离开我 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 22篇对耶稣的影响是什么 对我们今天的启祷是什么 但愿名要归于圣父 圣子圣灵 至初而此 现今而此 后来亦而此 与务同尽 下门 对 对 对